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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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因為我是粥有葉的妹妹? 你和我在一起 是因為你想查你妹妹的下落? 明文, 你什麼壞人? 走了就算了, 用不著為他傷心? 是呀, 好的男生, 到處都是 你這麼好的條件, 不用擔憂 不知道人家怎麼想 明知那個人心懷不軌 還要幫助外人, 手指咬出不咬入 異性就別說了 是呀, 先頭才說要一家人齊心 轉頭而已, 就這樣理論明文 明文, 我真的不是有心想傷害你 我一直以為他是對你真心 我這樣做, 只是想幫二叔求個清白 什麼不用審, 有葉也是清白的 你幫他求清白, 只是懷疑他 自己人也不相信自己人, 心淡了 那個阿輝一開始就心懷不軌 大嫂, 你有時真的太容易相信人了 我光明正大, 不怕人查 其實如果早點說出來 可能會有今天這樣招勉 好在姐夫, 在天有靈, 法國得祖 遲些法國, 祝家被人搞到天翻地覆了 小哥, 進去拿出一桌子 是 小哥, 進去拿出一桌子 大嫂?大嫂?大嫂, 羅先生, 你去哪裡 大嫂, 我想搬出去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搬出去? 是呀, 你無親無故帶著女兒 你能搬出去哪裡? 我想我搬出去對大家都會好一點 李婷乖, 跟官姐說, 官姐出去玩, 好嗎? 官姐, 你出去玩 我哭不哭, 乖不哭 你… 大嫂, 是不是我阿輝的事嗎? 大嫂, 還是我不好 如果我早點把這件事說出來 就不會搞出那麼多誤會 我真的很內疚, 很對不起大家 所以… 大嫂, 如果是因為我昨晚說話 過了課位, 令你不舒服的話 我向你道歉, 你不要搬 義正, 你別這麼說 其實整件事, 我應該要負責任 大嫂,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你沒有惡意 可惜我好心中壞事 還令明文很傷心 大嫂, 有些事早點知道 總比辭職好 那個人來歷不明 說是汪曉晴的大哥, 有甚麼證據 說不定他們是同黨 女兒的夾帶師徒 大家鬼打鬼, 他就來追回他 就算他真是曉晴的大哥 來找妹妹又怎麼樣 兒寇都沒做過, 何必怕我 當天我喝醉了 當我醒來之後, 我再三想清楚 我肯定自己沒有殺人 再說, 那個女人的確是拿了外府的錢 他親口向義求承認是要騙錢的 那女人你擔心她來幹甚麼? 無論如何, 我也希望阿輝能找到曉晴 我和她雖然分開了 總算是有一場朋友 我也不想她有事 代表嫂子, 你別怪責她自己 你要怪的就怪那個阿輝 專攻你單純善良 大嫂子, 你留在這裡 是呀, 大嫂 大嫂 你一個女人戴著美婷怎麼生活呢? 行了, 別再想了, 就這樣決定 好, 阿歡姐, 下酒吧 原主保佑爹身體健康, 長命百歲 希望爹的生意可以蒸蒸日常 讓他不用再勞心勞臣 對不起, 小姐,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不是袁律師? 你不是林小姐? 別再叫我律師了, 我脫牌很久了 不好意思, 我一時醒不起來 不要緊… 其實脫牌對我來說, 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那件事令我純心反省 以前的自己只是為理事徒 做事一點都不盡責 所以才有假為足這麼大的事發生 經一事長一致 我現在覺得自己好像有身身 做人對事也要用心苦多 有新的令悟是一件好事 我司機就在外面, 你去哪裡? 我把你送給我 不用了, 我還要武區那裡做探訪 探訪? 對, 武區那邊有很多小朋友都很貧困 所以很多時候, 我一個去那邊幫你幫我走 真是難得 能夠幫到人, 其實都是自己復訪你 說得對 看起來做得一整間大運賦, 買了一整間雞鐺 還有一整間雞鐺, 給我一個まぁ 每天都拿一整頓雞鐺一整間雞鐺 很難大, 去喝一整天 真是難過 好, 去喝一整天 那些雞鐺還會喝一整 這個雞鐺, 要喝一半 雞鐺, 吃一整中 二叔, 你好嗎? 我有飯吃, 又屋住, 不知多好 我是好意的 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到手? 你死了就幫到我 貓哭老鼠假慈悲, 我的餅乾了嗎? 你說他這種人真是狗咬類凍奔 不惜好人心的 算了 明華, 喝茶 不如, 又買雞仔餅乾媽吃嗎? 包心刺到也買不起 雞仔餅一鮮一包 你不買幾包就淡了 最後一隻金錶也當好了 才得六十元 你斷檔嗎? 到了這個田地, 就盡地一鋪 明華, 這塊三十元, 你拿去裝身 要穿得乾鮮一點才能哄到女孩子 不是, 只有這麼少? 夠買衣服還是夠買鞋子? 這二十元是給監督警察的 這塊十元就是我這個月的使用 你夠用的嗎? 可以了, 這個月還可以賣一隻錶 下個月我真的不知道還可以賣什麼 每個月都要給錢疏通監獄那些吸血鬼 只好看見步行步行步行 放心吧, 乾爹 脖子妹妹那裡我會做得更緊 這個傻子又笨又單純 現在當作我一個資深朋友 不用多久, 一定是老闆 這個世界很公平, 林維本這份人 這麼沒奸據, 偏偏生的女兒就順著高揚 奸搞, 她的女兒就是她的死穴 一出事而已, 林維本整個都借了 真是想不到 反而造就我們父子倆翻身的好機會 只要我哄好這個吉兆妹妹 做到林維本的女神 又會這個大靠山 我們再去東山再起這隻話沒那麼容易 來吧 飛雪兒 魚哥… 你好嗎?這麼久不來 反而我還以為沒了這個忠實客戶 如果我不光顧你們鏡花糖的產品 不用外出見人, 怎麼會不光顧 我要光顧這裡的, 謝謝你 飛雪兒, 讓我幫你, 你行動不方便 謝謝你 幾天… 這幾天, 好, 行 謝謝 很快回來 其實你皮膚這麼好 不塗也一樣這麼漂亮 老闆真是老闆 說話都會選時候 當然是拍拖 不回答就是了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事, 我都看法了 大過天總算對我不駁 終於讓我遇到一個真心對我好的人 讓我可以重新開始 我相信那個一定是可男生 是因為她的鼓勵, 我才可以重新站起來 也是因為她, 我才更明白要珍惜眼前人 聽到沒有?要珍惜眼前人 明慧, 我會好好珍惜你 明慧真是說得對 要找個喜歡自己的人不難 要找個自己喜歡的人也不難 難在大家同一時間都這麼喜歡大家 那倒是 有時候的東西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 如果隨便一件事不合適 感情也很難開花結果 是呀, 所以葉哥 如果你遇到一個真心喜歡的人 你千萬不能放過 Sudy 他就是我男朋友 很久沒見了, 你們好嗎? 你怎麼這麼遲? 對不起, 沒有他就頒到人家 總是要我們的義工幫我們寫信 所以就遲了, 買完東西了嗎? 買完了, 剛才我們在這裡說 究竟誰可以令我現在整個人開朗了 有些東西是互相影響的 你不是一樣令我做事更加積極嗎? 你還沒吃飯, 行得了嗎? 行得了 輸贏 雙少? 你的爪族, 來, 讓我來 謝謝 謝謝 再見了, 各位 各位 這個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她隨便這麼大事, 登上報紙 雪兒看不到嗎? 要不然人家真是誠心悔改呢? 看她對雪兒這麼溫柔體貼 希望雪兒這次就找到一個好歸宿 最重要的是她們倆都放在以前的包袱 學會向前看 她們倆 她們倆 是你們倆嗎? 甜蜜姐姐? 以後不會再有甜蜜姐姐了 別再叫我甜蜜姐姐了 為什麼?我很喜歡甜蜜的公仔 對, 你叫哥哥繼續說就行了 我已經沒見滑娜哥哥哥哥哥了 以後不會再見哥哥哥了 我想我幫不了你們了 不過哥哥不畫, 你們倆可以畫的 你們也會畫畫的 對, 我們可以照著你來畫的 你答應我們吧… 二哥, 什麼事? 你呀, 吃飯的時候不斷滲鼻 怕你再感冒, 拿點藥給你 謝謝哥哥, 其實我沒什麼事了 我今晚睡覺明天沒事了 有些事像感冒一樣的 當你發作的時候, 你會很不舒服 再過去之後就沒什麼事了 我明白了, 其實經過這次感冒之後 我身體會變得越來越強壯 爹地爺, 小儀科吧 明敏, 你這次就說感冒而已 下次就可能帶傷風或是肺炎, 你不怕嗎 怕, 不過沒有病, 又怎料平時身體好 更加不知道二哥和姐姐那麼疼自己 你感冒, 這碗冰糖燉煙鍋豈不是 可以省了 那倒不行, 沒二哥的藥和姐姐的染窩 那感冒哪會怨離我 傻丫頭 那你感冒就好了 二哥, 你的感冒又好了嗎 二表哥, 他們已經走了, 你走了嗎 我想先做些事了 我跟他們說了, 我不回去吃飯了 那有沒有事要我幫忙 好, 那我幫忙買點東西吃 等他早點餓就有東西吃 我買了 你買了? 肚不肚餓?我請你吃 是曲奇餅, 還記得嗎?來 請… 那我們 bathroom Kait bem 是吧, 但是她會 optional 看看, 我如何取得 珍販, 我來 好, 我也不肯如何 我們贏了 麻Allah幾乃跟áz到依靖便 我以後不會放過 任何一個跟你跳舞的機會 我以後不會再放過你的手 爹, 你下班回來了? 你怎麼這麼靜悟? 星期六你不是要我做義工嗎? 沒有, 今天有個朋友來探望我 他晚一點會陪我去 好 世伯 最近你經常去街頭, 就跟他在一起? 是, 每個星期 我和雪兒都會有幾天去做義工 雪兒會義務幫你老人家寫信 而我會幫窮人提供法律意見 你是不是脫了牌子? 是呀, 不過我以前學過法律知識 現在還可以幫到有需要的窮人 是永華帶我去做義工的 他現在還在幫很多有需要的窮人 以前做律師的時候 從來都不知道窮人的苦處 更加沒想過會幫他們 現在沒有做律師 反而可以幫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雖然沒錢, 但精神上反而覺得開心 私比壽更有福 是呀, 我進去拿個手袋就行了 爹, 你們先聊著吧 想不到令雪兒有笑容的竟然是你 她這段時間這麼開心, 我都很望 我希望她的開心可以繼續下去 我只有雪兒一顆女兒 她又是一個思想單純的女孩 但是, 我不想有人傷害她 更加不容許有人傷害她 你明白, 華元先生? 放心吧, 世伯 我是真心喜歡雪兒 我跟你一樣不會傷害她 也不會讓任何人傷害她 你做個律師把嘴巴說話 但江山如改, 品性難矣 我和我女兒不同 不是憑你幾句話 就可以令我對你改觀了 你現在不相信我, 我不要緊, 世伯 但我希望你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證明我對雪兒是真心 有良香律子, 很香, 吃不吃? 很香, 我吃了, 謝謝 謝謝… 我剛才塗了指甲油 就是要示範給客人看 我免得弄指甲, 你們吃吧 好香 我剛好喝到平老口 留幾粒給我可不可以? 好吃 謝謝… 不客氣 不如出去吃吧, 好不好? 好香 好 好香 麻煩 我去拿你那邊 甜甜嗎? 吃得回來嗎? 媽, 芳姐 不好意思 我早就回來, 要打單吃飯 不要緊 我們一定等你, 你是主角嘛 二少爺 歡姐, 今天有什麼菜吃? 有大蒜雞和蚊牛八腩 這麼好菜?今天做節嗎? 試完就是這樣, 我昨晚就做夢 你猜見到誰?見到外父 外父跟我說 阿長, 家裡有喜事發生 那我們就早就慶祝了 喜事? 阿昌明慧, 你終於成功做人嗎? 這件事是遲早的事 不過現在又有另一件喜事 真是巧, 昨晚又有人向我報夢 怎麼只有你這麼多夢報? 其實是有人發開口夢 誰發開口夢? 就不是你 是呀, 我何時會發開口夢? 抹大嘴唇, 栗子甜不甜? 甜呀, 真是很甜 你們都是鬼馬, 不聲不聲地偷偷地拍拖 要不是耳正撞見, 你們想瞞到什麼時候? 沒有, 我打算順其自然而已 是呀, 既然大家知道了, 那就好了 對了, 二哥, 你這次真是不對 這麼開心的事, 應該早點跟大家說 讓大家早點開心吧? 是呀… 大家早點知道 你們明正言順地公開閹閹 好像我和明慧不尷尬的, 是嗎? 是的 但我今天覺得難去逗留 遲之就剛剛好 你們在一起, 媽媽地放下心頭大舍 姐姐, 你和媽媽的心緣 一直是向祝家報恩, 如家遲到汶車 你用你的下半輩子 向阿姨表哥以身相許 那就什麼恩都報了 是否多時 不得我 足太 是 記得繼續吃藥, 放開自己多一點 這個情況會越來越樂觀 謝謝你, 醫生 沒事, 我先去巡訪 上姐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我沒甚麼好跟你談 現在只有你才能幫到我 我真的很想找我妹妹下落 我真的幫不了你 你不是很想了解這件事嗎 是不是他們給你壓力 你知不知道因為你 家裡已經多了很多風波 我相信二叔是無辜 如果你要找人幫忙 你找別人, 我真的無能為力 我哪找到別人 只有你才能幫我做證人 你只是叫我指證二叔 不行,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做 不是, 上姐, 我求求你幫我 你也認識我妹妹 如果真的被人殺了 你一向她就不願得雪 你走吧, 我真的不想再理會你的事 我幫不了你 小姐, 不要 我求求你幫我 沒人可以幫到我了 我求求你, 你答應我 你走吧, 你不用再求我幫不上你 不是啦, 我求求你幫我 小姐 你… 小姐 放心吧, 我會看著大表嫂了 你們先回去吧 有什麼事, 打電話回來 上姐, 她怎麼樣? 醫生說她沒什麼大礙 但暫時不可以再受刺激 你去哪裡? 我進去找她, 你不要再搞她了 她以前有精神抑鬱 你不要再煩她好不好 汪先生 如果你是為大嫂好的話 拜託你不要再騷擾她 我知道你還很擔心你妹妹 但不代表你可以到處騷擾人 你們倆都是心虛, 擔心我進去找她 你擔心我進去說服她幫我 查到你的罪證是嗎? 一人做事一人當 如果你認為是我做的話 你直接找我 本來我今天就談談這件事 我真的想不到, 你越來越過分 我過分, 現在你殺了我妹妹 你應該坐牢的, 我過分 要大庭說重, 你別胡說 我別胡說, 是你心虛的 證據呢? 你有證據嗎? 如果我有證據的話, 你不會站在這裡 你已經在藏牢嗎? 二哥, 這些謾言說你的人 不用理他 姑娘, 這位先生在這裡騷擾病人 請你請他走 不用了, 我會走 我早晚找到證據指證你 兵哥 又是你? 你想知道的事我告訴你 不是, 我知道 我是想你將那天跟我說的事 再說一次給警察聽 當然不行, 別搞我 不是, 兵哥 我一天不幫我妹妹拿回公道 我一天都不會安心的 大哥, 有沒有聽過 生不入官門, 死不入地獄 我怎麼會拿屎上身呢? 我是正義 兵哥, 你一定要幫我頂證兇手 我也沒有親眼看著他殺人 況且你想想他殺人這麼兇狠 如果讓他知道是我回來找我尋仇 我兒子、老婆亂, 我不想死 沒事的, 你放心 你學落口供而已, 落完口供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 警察會去處理 你說得口響了 我求求你 這樣, 你有什麼條件 你儘管開口, 我做得一定做的 我求求你, 你當…你當幫我 你當幫我妹妹 她在天之靈一定會很感激你 我求求你… 幫人事小, 生命事大 我知道, 你…考慮一下, 行不行 你考慮一下 好…我今晚回家 凍高床板想清楚這件事 我回覆你, 回覆你, 回覆你, 回覆你 是呀, 那個小孩真的找我做證人 那你想我怎樣?真是做證? 不是吧? 那又不是說不行 你知道了, 有什麼事起上來 我全身毀的嘛 這麼大場戲, 那怎麼算? 你說你妹妹的失蹤 那跟鏡花堂的老闆有關, 有什麼證據? 在我妹妹汪曉晴失蹤那晚 炳哥也在場 她說她親眼看到竹友葉 拿著刀追著我妹妹汪曉晴 而當晚竹友葉所拿著那把空刀 我也是在她住的地方後山的運動 就是這把 麻煩你詳細說一說給我們聽 好啊, 就是這樣, 我那晚就收檔 接著聽到有個女生不斷喊 救命呀… 那我就不看過去了 她就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都挺漂亮的, 在外面不斷走過 原來後面有個男人拿著刀追著她 那兩個人的樣子是怎樣的? 女生不太記得, 不過男生有些印象 後來看新聞紙 原來是鏡花堂的老闆竹友葉 那你又怎麼知道那女生叫汪曉晴 追著她的男人不斷叫汪曉晴 你別走… 叫到劏豬的聲音我就記得了 當時現場還有沒有其他人? 我只顧著看她倆, 這麼多覺 那個竹友葉很浪漫 你不斷一刀一刀捅到那女生身上 然後怎麼樣? 然後那女生當然死了 殺死人沒我怕, 就躲起來 那屍體是怎樣?我更加不知道 不過真奇怪, 既然你看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今時今日才來報警? 我怕嘛 那你現在又來? 是汪先生教的, 為了公義 放心吧, 剛才我給了這麼多資料 都給警察聽 端猜她也會把那竹友藥給我 我知道, 不過你當日不是說 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為什麼無端端明我妹的名字 你也會記得回家? 我答應幫你嘛, 當然是拼得盡 你也不知道, 我昨晚回到家 洞高床板, 想完又想 就把細節記起來 是呀, 怎麼說詳細也錯了嗎? 我不是 你說得對, 為了公義 我們一定要為受害者站出來說話 說得我的肚子都打鼓了 不如上去一邊吃一邊聊吧 幹什麼? 不如你先上去吧, 我要去銀行 拿錢是嗎? 那就不去, 記得多拿點 我上去盡叫的, 等你呀, 快點 麻辣鴑士, 請慢用 謝謝 阿武? 丙哥 很久沒見了 沒見你一段時間 你變成那個發作大辣 想來我們茶樓吃飯嗎? 人有三衰六旺, 哪說得到? 其實來這裡喝茶也不太架勢 不太架勢, 遲些回鄉下建大屋 是嗎?你發作大辣嗎? 我聽鄉下的鄉里說 說你在鄉下蹲下登城大半年 三餐都沒穿下去 所以說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撒時之禍福 一個人旺起上來, 錢追著送上門 我也沒辦法, 總之就不用休了 你肯定是發作大辣 是有人逼著要送錢給我 真好? 再起菜就行了, 想想起菜 師兄, 這邊坐… 謝謝 請坐… 來…喝茶… 謝謝, 榮哥 你這麼好談的, 談什麼? 沒有, 遇到同鄉而已 聊聊聊天而已 以後喝茶吧 什麼喝茶?喝酒才真的 你不是很喜歡喝酒嗎? 戒了很久, 又說痛風又說肝病 你也不要命嗎? 是…這樣, 留一條小命 慢慢享福… 上菜吧, 肚子餓了, 上菜吧 是… 不妨礙兩位, 慢用… 你出院多吃點東西, 補充一下營養 我會的, 賴姨 三小姐, 你們兩位警察說要見二少爺 什麼事? 你就是捉有業先生? 我是 我們警察, 我們收到舉報 說有一位叫汪曉成的小姐失蹤了 而且懷疑跟你有關, 所以來問問你 是誰報案的?是不是汪曉暉? 你不需要知道 我想問你是否全都認識汪小姐 那行了, 我一會兒會逐個問問大家 我和汪曉成是拍過拖 但後來我才知道跟他說謊 而且把我爹的錢拿走 之後我再沒有他的消息 我的確有去過現場, 扶我而求 他醉得很厲害, 趴在地上 但到處又沒有血, 又沒有打鬥痕跡 很正常 汪曉晴走之前, 曾經拿過我爹的錢 之後我就沒再見過他 二叔是跟曉晴拍過拖 但已經分手了很久 是那個女孩子不辭而別在先 二哥很喜歡汪曉晴的 我從來都沒見過二哥這麼喜歡一個人 他為了汪曉晴, 整個人都變了 變得很積極 怎麼看呢, 我也覺得那個女孩子很虛偽 平日禮貌周周 真是, 吳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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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嚇你一怕 那個汪曉晴說家裡欠人錢 其實也沒有這種事, 謊話連篇 我想他只是想騙二表哥的錢 是呀, 汪小姐曾經綁架過二表哥 但事情已經遇過天清 我二表哥也原諒了他 各位汪小姐 我們這些客人平日很少接觸 不過覺得他人多好禮貌, 沒什麼價值 謝謝各位, 如果有需要 我們會再回來麻煩大家 謝謝… 歡姐, 送客 是, 二少爺 真是蓋會了 那個臭小子真的會去報案嗎? 都是我不好, 要不然就會… 也不關你的事, 代表嫂 好, 是呀, 警察介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可能這樣才令二哥還得清白 不用再煩了 早點水落石出, 大家都有駕安寧 總之, 清者自清 是不是有關於我妹妹的新消息? 是, 就是關於你妹妹的案件 不過不是新消息, 是壞消息 什麼壞消息? 他那個人明明說自己有肝病 有痛風, 已經戒了酒 怎會喝醉呢? 有這種事? 他在大館園跟那個伙計說的 那個伙計是他的同鄉 叫阿武, 你可以問問他 李秉麗去警察報案之後就死了 你現在說他不喝酒 看來單案沒那麼簡單 難道有人…想殺人滅口? 當二叔知道了 表情差拿了一張支票走 就馬上出去找他 我聽到二叔說 在教堂市集附近遇到曉晴 曉晴跟他說 說從來沒有愛過他 一直只是為了錢 二叔聽完之後很生氣 撿起刀, 想捅死他 我只知道第二天 明慧跟三姑爺神神秘秘的 我看到他們去了後山, 賣了一包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刀 你只是叫我指證二叔 不行的, 不行的,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做 然後看見有對男女站在那邊吵架 那男性的樣子怎麼樣 不是很清楚 女性也不太記得 不過男性也有些印象 後來看新聞紙 原來是鏡花堂的老闆觸有業 你又怎麼知道那個女性叫汪曉晴 追著那個男性就叫汪曉晴 你別走… 你當日不是說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為何無緣無故連我妹妹的名字都記得 我答應幫你, 當然能拚得盡 你也不知道我昨晚回家 洞高床板, 想完又想 就把細節記起來 我聽鄉下那些鄉里說 說你在鄉下蹲蹲了登城大半年 聖母, 三餐都沒穿下去 所以說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殺時之禍福 一個人旺起上來 錢追著送上門, 我也沒辦法 總之就不用休了 你當然是發了達頂 是有人逼著要送錢給我 麻煩你捉了葉 我是? 我是汪曉輝 阿輝?是你? 我有事想找你們當面談 什麼事? 關於曉晴, 亦關於你 我覺得整件事越來越多問題 好, 幾點鐘在哪裡? 稍後八點, 到我這裡 你有沒有問題? 好, 你讓他地址我 好 好 你再也不答應 長姐, 你怎麼會來? 你不是約了二叔嗎? 是, 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他不能來所以叫你來? 他遲些會來 對了, 你找他什麼事? 外叔不是那個小販 跟我去了警局下口供 那就好了 但之後我聽到他跟我同鄉聊天 發現我妹妹失蹤那天 他根本不在香港, 還在鄉下 他是不是給解口供? 沒錯 他還有什麼好處? 給解口供是犯法的 他假扮證人固然是奇怪 但是他對當日所發生的事 可以悔言悔聲地說出來 令我覺得更加奇怪 既然他不在場的話 他怎麼會知道捉有業想傷害我妹妹? 那就是說有人告訴他 那那個人是誰?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來想去, 終於讓我想到 這個人根本想搞對捉有業, 一身矮 甚至令他坐牢 二叔和人無仇無怨 有誰要來這樣害他? 你不問清楚那個證人? 太遲了, 這個人已經死了 死了?為什麼會這樣? 警察說他喝醉酒, 走出馬路被車撞死 但是他根本就不喝酒 還有一件事令我覺得更加奇怪 這個小販跟我去了警署 下了口供之後 可以回鄉下, 買地建屋 我懷疑有人收買了他 一心想對付捉有業 上姐, 你覺得我這麼想, 合不合? 你也說得很對 整件事好像有人擺佈那樣 誰要來害二叔,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 你說呢? 難道他是宿公公公公? 他一直都以為是二叔害死他兒子 所以就報告, 你報仇 暫時來說, 我什麼都不可肯定 所以我叫祝月月來我這裡, 說先說錯 因為我真的不想被人利用 也不想怪錯好人 不然這個時候才來爆胎吧? 你向來不相信二叔 你這次是會相信他, 找他來談嗎? 是, 我的確不相信他 但是事到如今 我真的不知道我應該相信誰 上姐, 唯一知道 我查我妹妹下落的人是你 告訴我, 事情在教堂外面 發生的人是你 叫我找個小販的人是你 但我去後山找出兇刀的人 都是你, 我好嗎? 你懷疑我? 我?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友葉是我二叔 他是我丈夫的親弟弟 這倒是, 你是他大嫂子 沒理由想陷害他 就是, 我和二叔根本無仇無怨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再說, 就算我真的和二叔 有不共大天之仇 我和你妹妹的曉晴也無仇無怨 這倒是 不過無論如何, 既然你來了 待會祝日月來到 我們三個人可以談談這件事 對不如我們來 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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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也不跟我說 為什麼你會來找我? 其實是我聽到二叔跟你說電話 相約在這裡 我和你一樣很擔心曉晴 所以趕來先問你 既然如此 你到底知道我妹妹發生什麼事? 她為什麼會失蹤?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但你的推測真是合情合理 整件事都好像有人擺佈似的 現在要知道真相的話 但是, 辦法就只有一個 什麼辦法? 辦法就是… 為什麼? 你一死, 我就告訴你真相 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連你妹妹曉晴的失蹤 都是因為我 孕 hundre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